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务自由之路》七年内赚到你的第一个一千万 是一本已经让成千上万的读者解决财务问题 并最终实现财务自由的书 截至今日 这本书已被翻译成约35种语言 有超过一千万读者读过这本书 成为全球各个时代最为成功的理财书 作者博多舍费尔·博多舍费尔是德国顶级理财大师 被誉为欧洲巴菲特 他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并著书力说 他的赢家法则成为德国最佳畅销书 小狗钱钱全球销量于千万册 博多舍费尔通过介绍梦想、目标、价值观和策略 这四大致富之主 指导各阶层的读者转变理财观念 运用有效的投资理财策略 在保证财务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财务自由 第十章 你为什么必须饲养金钱 德国人在储蓄方面是世界冠军 而在真正高收益的金钱投资方面 他们却排在后面 弗朗茨 拉普富论股票我的教练喜欢给我讲述圣经里的故事 他利用这些故事来教育我 他经常讲述的是著名的法老梦 法老做了一个使他十分不安的梦 他看见七头漂亮 健康的奶牛从尼罗河中爬起来 身后有七头丑陋的奶牛浮出水面 他们十分干枯瘦弱 身上的骨头都能数得清 突然 干瘦的奶牛猛然扑向肥美的奶牛 并将它们吃掉了 尽管如此 他们看起来仍然那么干枯瘦弱 约瑟夫被引到了法老面前 他被誉为西梦人 他说 七头肥美的奶牛指的是七年的时间里粮食富足 每个国民都能吃饱饭 七头瘦弱的奶牛预示着随后而来的七年饥荒 法老带着严肃的神情问道 我们不能做些什么吗 约瑟夫回答道 你虽然无法改变它 但你可以做好准备 委任一名财务部长 负责将所有人在复数年间收获的粮食的五分之一收集在骨仓里 这样一来 我们在饥荒年间便会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也就不用再饿肚子了 这一计划得以贯彻执行 七年时间里 埃及人有了充裕的粮食 将粮食的五分之一交出去 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痛苦 荒年我的教练说过 大多数人生活的方式都好像自己永远也不会出现收入微薄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的 他是第一个意识到体质将被迫发生改变的人之一 人们早年如果有工作且工资丰厚 可以生活体面 退休时 公司和国家会照顾他们 养老金有所谓的代际合同保障 这一合同规定 在职的年轻人 赡养老一代退休的人 等年轻一代老了 新一代的年轻人支付他们的养老金 今天我们知道 这一合同在将来没法再正常运作 从2020年起 养老金领取者将大大多过赡养他们的在职年轻人 今天我们必须清楚的是 曾经有一个小男人对全国人民说 你们的养老金是有保障的 曾经这是童话故事的惯常开头 虚构的故事 人们都喜欢听谎言 但它终究只是谎言 在这种情况下 也有一个童话故事 埃及人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 在荒年里保护自己 财务部长将所有粮食的20%收集起来 我们今天也有财务部长 他从大多数薪资阶层人员身上收集起来的钱财员多于20% 但两者是有区别的 今天的财务部长收集金钱 之后又马上把金钱花出去 根本没有为饥荒之年留下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你别无选择 除了成为自己的财务部长 并至少将收入的10%存下来 更好的做法是你完全效仿古埃及人的做法 将20%的金钱存下来 不要被愚弄现在 睿智的你 看到几个领取养老金也过得很好的人 也许觉得我的描述过度消极 但是你千万不要被愚弄 大约从2020年起 我们将经历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时代 任何人都能通过几个简单的计算清晰地看到 你不能再继续依赖我们国家的养老金 养老金计划将无法承担到期支付的养老金 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 医疗保险越来越贵 这应该由谁来支付呢 没有突然之间打开巨大的股仓 供应一切的约瑟夫 世界上也不存在这样的股仓 我们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 这带来的一个影响 很少人意识到我们必须自己为自己支付养老金 20年后或更晚退休的人 现在就需要提前计划 不要使退休年变成荒年 这一点应该早就清楚 人们应该早就被告知 但指责现在对我们而言帮助不大 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股仓 并成为自己的财务部长 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责任 赢家和输家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世上的不公是难以忍受的 我们总是轻易地陷入思考 并提出我们最爱的为什么这一问题 就像第二章中写到的一样 提问为什么对你并不总是有帮助的 他喜欢寻求辩解 而辩解又往往被当作借口 因此思考为什么往往会阻碍你采取行动 巨大的变化总是区分赢家和输家 总是产生巨大的不公 但就此陷入思考徒劳无益 思考并不会改变我们的境况 在当今信息时代 输家指的是那些继续依赖国家和他们的雇主的人 赢家指的是自己承担责任的人 这是受害者社会和责任者社会 那些将自己看作受害者的人 还继续依赖过去的承诺 而这些承诺在今天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了 但他们仍然依赖国家和他们的雇主 那些承担责任的人无法容忍自身命运 取决于别人是否遵守承诺 他们将歌德的真言放在心中 只有一件事是你可以期待的 意料之外的是 他们将自我准备看作自己的责任 困境通常远在退休之前 开始我们将更快地开始体验关系 改变造成的另一个影响 当今几乎已经没有一辈子的铁饭碗了 今天许多人都在退休之前很多年 就开始经历自己的七个荒年了 因为他们没有在封年存下20%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所有人倾向于陷入两个错觉 第一个错觉 我们认为如果经济繁荣 它必将永远如此繁荣下去 如果一直收入丰厚 我们会预计自己很快收入更多 但是正如我的教练总是强调的那样 干瘦的奶牛往往比预想的出现得更快 第二个错觉 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出丰年 只有当荒年出现时 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之前过得有多好 有多少人误以为丰年还在后面 而推迟储蓄和投资的计划 现时大多数人存的钱都太少 他们住在光鲜亮丽的房子或公寓里 开着好车拥有最新款的电视机或音响 他们除了一份贷款协议 一份小小的人寿保险和一个脆弱的储蓄账户 就一无所有了 他们已经成为养得错觉的牺牲品 而那些只储蓄而不投资的人 也不是真正的理财者 许多人将自己的金钱 投入某一个理财项目之后就不闻不问了 在这种情况下金钱是不可能获得正确增长的 还有一些人混淆了投机和投资两个概念 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别 详细内容我将在第十一章中进行描述 这种区别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投机者无法保证额饲养的绝对安全 他无法定期获得金蛋 也就是说投机者根本不会获得被动的收入 他们只有在出售自己的资产时才会赚到钱 想要饲养金钱的人 首先必须是一个投资者 而非一个投机者 储蓄并进行资本投入的人 还并不一定是一个投资者 我的教练曾经说过 一位投资者会在买入的时候获得利润 而非在卖出的时候 可惜我之前没有遵循这一忠告 因此我也付出了许多金钱代价 想要在卖出时获得收益的人 不是在投资 而是在投机 投机者的运气有好有坏 而且投机者对自己的投资和预测的影响非常有限 2000年、2001年和2002年许多人在2000年 2001年和2002年间在股票市场亏损了许多钱 主要原因是 他们更多是在进行投机 而非投资 在第十一章中 我们还会再讲到第二个重要的区别 投资和债务之间的区别 也许你会说 这其中的区别我是再清晰不过了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人在此都犯了一个大错误 一个致命的错误 比如 许多人都将自己的私人住宅看作一笔投资 于是他们误以为自己是投资者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往外花钱 我的教练总是说 投资应该使金钱流入你的口袋 而一笔债务使金钱流出你的口袋 资金流动的方向就表明了这是一笔投资还是一笔债务 致命之处就在于 许多人认为自己进行的是投资 而实际上却是欠下了一笔债务 他们不会变得富有 而是越来越贫穷 他们将金钱花出去 而非纳入囊中 他们的金钱逐越减少 虽然他们认为自己一切都做对了 遗憾的是 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往往并不正确 就算所有人都说 这半住宅是一笔明智的投资 但这还是错的 私人住宅是一项奢侈品 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四面墙壁中 确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但这并不是投资 它不会为我们带来收益 它不会为我们的荒年做出准备 我们还会再经历一次大萧条骂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出现了几个小的股市泡沫 回想起来 这些都不是严重的崩溃 市场总是迅速的复苏 我们可以说 这些轻微的波动 就犹如白天和黑夜的交替 这些并不是像夏天和冬天更迭 那样的大周期 几乎没有人认为还会再出现一次像1929年至1932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多年来 我一直指出 周期并不会简单地消失 尽管如此 当市场重新繁荣 打开报纸 还是经常读到 这一次不同于以往 全球金融危机不可能再卷土重来 但是约翰 邓普顿爵士 这位基金业务的伟大导师对此说过 资本投资业务中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 这一次不同于以往 不久前 我看到一家人在沙滩上堆砌码堡 所有人都斗志昂扬 一座了不起的沙堡 拔地而起 但不幸的是 潮水越涨越高 一家人开始在沙堡之前建立户堤 他们飞快地铲着泥沙 但海浪还在不断地向前逼近 海浪最终还是冲走了户堤 越过户堤 开始往户堤另一面侵袭 一旦潮水来临 是没法阻拦的 一次大崩溃可能会 也将会再次发生 白天和黑夜的交替 不是唯一的自然更迭 还有季节的更迭 悠长的夏季结束后 紧随而来的是冬季 正如存在小的变化 起伏一样 也会存在长期的变化起伏 向来如此 也将会一直如此 自然界中是这样的 经济世界中也是这样的 潮水还会再来 只要有一方面受贪欲驱使 另一方面又受恐惧影响的人存在 此类危机就将一直存在 当年 许多人认为这种基础动机是没法影响经济的 结果 他们的想法被新经济 互联网泡沫和新市场完全颠覆了 我可以列举出许多新的崩溃再度发生的原因 但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大崩溃会发生 因为之前发生过多次这样的大崩溃 而人并没有改变自己 许多投资者在2000年 2001年和2002年 连续三年在股票市场中遭遇了极大的亏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这是唯一的一次 几乎没有人认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连我也这样以为 我预计的转折点 巨大的崩溃都在2010年之后 突然之间 人们又再度开始考虑 经济和市场动荡大周期的可能性了 崩溃的糟糕之处在于 原本计划荒年使用的储备金会被毁掉 尤其是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人会遭受重创 当然也有许多年轻人之前坚持储蓄 自认为明智地进行了投资 现在他们也面临失业和缺钱的双重打击 这种情况太糟糕了 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投资 不要将债务、投机与投资混淆起来 我认为一次大萧条还会再次来临 只是不一定来得特别快而已 但是谁会声称自己能够预知未来呢 我尝试过很多次 偶尔成功过 其他时候都失败了 我同其他在这领域上进行尝试的人情况相同 如果预测得到应验 我们就会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如果预测失误 我们就会提醒自己 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 基于这一情况 预测未来永远都不可能不受欢迎 重要的是 作为投资者 我们必须把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一可能性存在就垂头丧气 一位聪明的投资者是可以做到 在任何周期更迭下喂肥自己的额并获得良好回报的 但是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也必须清楚几个重要的事实 事实是投资者恰巧是在危机当中才能获得高额的利润 纯粹的投机者会在危机中成为受害者 而投资者会成为受益者 坚定不移地进行准备你知道诺亚的故事吗 他居住在一个自人类有记忆以来就从来没有下过雨的地方 突然他得到了一项来自上帝的任务 造一艘大船 一艘能够让他在大洪水中得救的大船 你能想象当诺亚在一个近乎于沙漠之地开始建造方舟时 周围人是怎么想 怎么说诺亚的吗 那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一艘小船 而诺亚现在开始建造的是一艘巨大的方舟 他的朋友和熟人尝试劝服他 说他的整个行为没有任何意义 我完全能够想象出来他们是如何对他说的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项毫无意义的大工程上面呢 人一生只活一次 诺亚完全不为所动 他的朋友就不再与他来往了 那些智者详细地解释过 为什么根本不可能会出现大洪水 从此以后 他便被众人看作一个固执的 爱胡思乱想的傻瓜 要坚持一个所有人都认为发疯的计划并不容易 但是这个故事的发展表明 诺亚的坚持是正确的 大洪水真的来了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读到这本书 最主要的是 我不知道在你读这本书时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状态会是怎样 也许那时候正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那时候就肯定不太流行去警示人们注意可能出现的经济萧条 尽管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 记住诺亚也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 也许你读这本书时 整个经济社会恰好笼罩着一些阴郁昏暗的气息 似乎会不太相信美好的投资回报 在经济衰退期间 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积累财富 这时 我号召大家去投资 就好像号召住在沙漠里的人去见一艘方舟一样 然而 至关重要的是 不要因为极端情况而动摇自己 只要我们还没有遇上真正的全球金融危机 你就可以一直储蓄 相信我 一场像1929年那样的全球金融危机 远比人们能想象出来的要糟糕得多 就连最消极的人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差的结果 也会被事实超越 请做好准备 封年将会一直存在 荒年也会一直存在 不要让自己丧失勇气 但也不要让自己盲目相信安全感 尽可能多地去挖掘出自己的经济洞察力 为自己做出重要的决定 同时关注下一章中提到的重要原则 这不会让你所有的决定绝对万无一失 但你将会看到这不是目的 一个好的投资者 即便在受周期更迭影响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使自己的财富增加 只要他坚持某些原则 即使他偶尔做出错误的选择 仍然能使自己的财富增加 不要找借口 我的教练经常说 借口是那些失败者说给我们听的话 他想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针对我的回答 他又说到 你将会获得多少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他看来 一位真正的人物 应该是一名诚实对待自己的人 你还能记起第二章的内容吗 你给予谁责任 你同时给予了他权利 经济衰退才是问题所在 我太年轻了或是太年迈了 这是政府的错 我的父母 这样说对我们毫无益处 在你拒绝承担责任的情况下 财富是不可能产生的 如果我们不能诚实地对待自己 把精力用在寻找借口 而非寻找解决方法上 我们也不可能积累财富 借口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谎言 我们应该自己对自己越来越诚实 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许多人声称 我没有时间去学习正确的投资方法 是这样吗 这是真的吗 或者说这些人还可以对自己更诚实吗 我还没有准备好为此投入更多的时间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更诚实 一位真正的人物 不会将生活中的机会滥用 在道歉和寻找借口上 借口使我们贫穷 我们心中的两个声音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不同的天性 有财务失败者的声音 也有财务成功者的声音 有受害者的声音 也有勇于承担责任之人的声音 我们体内的一部分力量想要寻找借口 另一部分力量又想要做出结果 这是两股完全对抗的力量 我们体内存在这两股力量的原因就在于 我们受到许多不同的印象以及人的影响 我们能否实现财务自由 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我们听从的是两个声音中的哪一个 受害者的声音还是勇于承担责任者的声音 永远不要让你内心中那个弱小的人 战胜强大的那个人 本章中关于预测的最后几句 我不相信这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预言家 当他消极的预测真正被证实了他会感到高兴 我也是这样的 我关心的事情并不是 你是否处处考虑我的预测能否实现 我关心的是 如果我的预测真被证实了 你是否提前做好了准备 重要的并不是预测 而是准备预防措施 假如枯瘦的奶牛突然出现了 而你已经武装好自己了 更重要的是 如果发生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你拥有金钱储备 这时的你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机遇 相反 如果枯瘦的奶牛不出现 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投资者 你也不用为此遗憾 全世界最富有的投资者沃伦 巴菲特说过 毕竟 只有当潮水退去时 你才知道谁在裸泳 本章要点 你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主动承担责任 成为自己的财务部长 至少将收入的10%存下来 并尽可能地存下收入的20% 想要饲养金钱的人 就必须投资金钱并获得收益 市场波动一直都是周期性的 重要的是将危机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中 纯粹的投机者会成为危机的受害者 而投资者会成为受益者 不要因为极端情况而动摇自己 也不要去追随大多数人的做法 坚持你自己的计划 坚持固有的原则 做出相应的决定 借口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谎言 借口使我们贫穷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声音 财务失败者的声音和财务受益者的声音 我们能否实现财务自由 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我们听从的是两个声音中的哪一个 第十章 你为什么必须饲养金钱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十一章 投资者和股民应遵从的原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